意大利和四川在医疗卫生方面的交往历史很久 特别是在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意大利是首批援助四川的国家之一 第一时间就派出了14名急救专家驻扎重灾区 让900多名伤员转危为安 如今意大利是中国之外确诊新冠肺炎人数最多的国家 即为四川专家主动请应力行支援 用网友的话来说就是你曾滴答滴答 我必哗啦哗啦